你敢相信吗 一只水塔让卖鱼老板一个月损失二十几万 这究竟是怎么一回事呢 老板告诉小哥 每天都会有水塔来偷自己的鱼 让老板最生气的是 这些水塔还专门挑最贵的鱼来偷 即便老板大声呵斥水塔 但他们也是假装听不见 而是一心沉浸在自己战利品当中 老板透露近期水塔让自己损失了高达二十几万 老板为了防止水塔再次来偷鱼 找来了侦察兵奥斯卡 主人告诉奥斯卡 不论是小猫还是水塔来偷鱼 一定要成功把他们给拦住 奥斯卡也立马投入到工作状态 认真仔细观察着周围环境 你们认为奥斯卡能守住阵地的扣巴巴巴 随着夜幕的降临 小哥躲在暗处观察水塔的行动 没过多久水塔就从海里走到岸边 这意味着水池里的鱼又要开始遭殃了 两只水塔小心翼翼观察周围情况 水塔妈妈谨慎地来到门口 而此时的奥斯卡正呼呼大睡 完全没有察觉到水塔的到来 水塔妈妈也顺利地通过了奥斯卡的防线 来到鱼池开始挑选今晚的宵夜 水塔妈妈最终选中目标 挑选到池里最肥的鱼 然后迈着欢快的小步伐走入海里 而此时的狗狗刚做完美梦 完全不知道自己已经失职了 狗狗来到鱼池发现少了鱼 知道自己犯下了严重的错误 紧张到脚都不敢放下 第二天早上老板来到店里 看到自己的鱼又少了 得知奥斯卡昨晚在睡觉偷懒 作为惩罚决定停止给他大鱼大肉 你们想到什么办法防止水塔偷鱼 把他写在评论里面告诉大家 小哥只能寻求野生动物专家帮助 专家告诉小哥 水塔妈妈带着幼崽来到码头捕鱼 目的是为了训练幼崽打猎的技巧 而老板的鱼池刚好成为打猎的目标 专家决定出海寻找水塔的老窝 专家指着远处的小岛说 那里就是水塔的老窝 专家为了验证自己的说法 最终在岛上成功地找到了水塔的老窝 这个岛距离码头有五公里远 为何水塔妈妈会跑到码头来寻找食物 原来附近的渔民把周围的鱼基本都打捞得差不多了 水塔家族为了生存下去 只好游到码头来寻找食物 专家提出想要避免水塔偷鱼 就要给他们充足的食物 老板也听从了专家的建议 每天会定期给水塔补充食物 老板开着玩笑说 如果自己给他食物还来鱼池偷鱼的话 那自己真的要被骑出高血压了 但水塔家族也是十分之足的 自从老板给他们充足食物之后 水塔再也没有偷过老板的鱼 所以我们不要过度捕捞鱼群 不然会破坏生态的平衡